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拉克爾比 這個是薩爾島傳說王國之類 劇情探索流程的第六部分 上個部分我們 在這個地表的東部 也就是納涅爾濕地的那個區域進行了探索 那並且找到了生穴 從這個地方從這個生穴下去 到了這個地底世界進行探索 那在最後已經過一連串的探索之後 我們也是終於找到了 這個可蓋 也就是第三次的遭遇 那個地點是在這個 納涅爾廢礦裡面 經歷了一場船戰吧 雖然 感覺有趣但是好像體驗不是很好的船戰 他打完了在擊敗了這個可蓋之後他一樣就繼續逃跑 並且跟我們講 這是最後一次他會在這個 西北部的廢礦區 去執行他的計劃 我們的管家魔像就跑過來跟我們說 西北部的話那個地方 目前的話可能要進去的話 那個地方可能 不是那麼好找 然後 升穴的位置也許是在某個洞窟裡 所以 這個指引變得非常的 怎麼說呢 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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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不明顯 所以 我在想 我們應該是要去全往這個 凱拉爾大地 就是地表地區的西北部 去找一個洞穴看有沒有什麼 瘴氣 有這個滲透的洞穴啊 在那邊看能不能找那個升穴下去 那如此一來才有機會呢 到達可蓋他們 他所說的這個西北部的一個 某個廢礦裡面 本來是一開始就要先去往那邊 那但是呢 欸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個 這上面喔 這個洞 這上面還有個洞 好像是不知道通到什麼地方去 那 基於好奇心喔 還是想辦法過去 那 這肯定是爬牆爬不過去的喔 所以我想 也許我們可以靠這個根系 因為根系很高嘛 然後其實 根系也算可以爬 所以 想說看能不能 從這種用這種方式呢 抵塔到那個地方 滿足我的好奇心喔 因為我們一開始來的時候也是從一個洞 過來的喔 從對面的那個 比較矮一點的洞 那邊過來的 所以 我 看看能不能上去吧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可以看到那邊也有這個神像喔 所以應該是 表示說那邊是還是有路可以走的 這個地形的緯度真的是太 可能說 太大了 欸 快點 我來看你 Come on you and do it OMG OK勉強 登陸 確實這個真的是別有洞天 我們穿過這個洞之後呢 這個地方也是非常的大 那我也開了一個 新的這個根系 那不曉得還有什麼樣的東西在等著我們 我可以看到前方有個像是高塔的 高塔的那種設定嗎 那我們過去看看好了 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一樣吧 就是 藉由這個通天之樹 藉由通天之樹去 會回到地表的某個地方 我覺得這通常都是 這通常都是一些 特別的地方 不然他沒有必要特地做一個 塔的這種設計 所以 還蠻好奇的 這邊還有個營地 是要先去處理營地嗎還是說 算了好像 好像有點麻煩 有點遠 有點懶得跑 反正都在這個根系附近吧 就不管了 先上去看看 沒看嗎 OK 這麼高的地方還有個 鳥旺台 它叫鳥旺台不叫烏旺台 我之前不知道為什麼演藏 把那個 鳥看成烏 一直叫它烏旺台 它叫鳥旺台 鳥旺台這樣的話這個名字也是比較合理一點 我想說為什麼叫烏旺台 奇怪 什麼地方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算是敵人據點 它上面那邊飄一堆飄在空中的那個 奇怪的岩石是什麼 越來越多奇怪的東西了 撲斃了 登登 掰掰 烤蘋果 撲斃了 這裡還有個 尖刺撥克弓 底下那個 喔沒有那應該只是一個遺跡的石頭而已 問題應該不大 看起來這是一個還算蠻大的據點吧 這底下又是什麼東西 喔這是一個解謎吧 那個呀哈哈的解謎 要堆 堆那個方塊 然後 空中這個像黑色的噁心的這個煙又是什麼東西 水還是什麼 怎麼越來越奇怪了 黑泥喔 怪物大軍 怪物大軍 你把說的怪物的血都合在一起就對了 我又忘記補血 我每次都忘記補血 唉唷 好煩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打人都 超痛的 感覺就是我就是光的身子跟他們打一樣 這個防禦力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啊 shit Here we go again 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 嗨 敗 Bruh 我把你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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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tat You like that?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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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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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來吃沒爆頭 還有大隻的 可可有趣 可可有趣 還有穿岩石鎧甲的 這不是在地底上之前看過那個泥泡嗎 這裡反萬一有 我已經不曉得在那邊秒殺了 尤其是這種 黑色的特別巧 終於閃掉了 終於成功閃過一次了 哇 你的風格 騎士盾喔 剛剛他好像掉了一個不知道是我沒拿過的武器 可惜的是飛出去啦 不過也是要感謝這個懸崖吧 不然的話 我覺得可是不好搞的 阿天阿 我們一直抱不了頭阿 有這麼難嗎 真是的 哇丟石頭勒 而且丟得好快喔 石頭高手是你 我是丟石頭我是被刺給炸到阿 還有一隻大隻我們還沒處理阿 那個大隻還是關鍵阿 奇怪 欸真的沒有木劍 為什麼 為什麼會沒有木劍 沒有箭矢 Oh this is problem 有一隻 他直接他直接燒死耶 他完全不想要反抗喔 還是怎樣 完全沒站起來 老大在那邊喔 應該是可以用通天之術 然後 隔牆 至少炸他一下 然後那邊有個人被抓起來 然後那邊有個人被抓起來 他一定會滿頭問號 怎麼不會問號呢 我想說莫名其妙就被炸了 被炸了一下 對他來說好像也是不痛不癢 我白嫖的傷害阿 能用就用阿 畢竟現在我猜那一隻也是保渺的 那一隻的傷害應該也是 可以保渺的 自己被自己弄死 Oh my god 我還想說我很聰明 對對超聰明的 還好沒有全炸掉 不然 不然真的很久 但是我不曉得 我剩下那幾個爆桶夠用嗎 剩兩個而已阿 絕對不夠用 一個屍族滑落 然後差點把自己炸死 幸好沒死 死了就更好笑了 沒招啊 他跑太遠了 他拿刀砍去也是超厲害的 我浪費了我的 我浪費了我的機會阿 剛剛要是沒有屍族滑落的話 我這種視角確實很容易 又屍族了 又屍族滑落了 他就什麼都沒有啦 我只硬幹了阿 來吧 Let's dance 他真的很 他還蠻健忘的 將我身上所用的劍 全部用上去了 沒箭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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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路完桌米場 繞路完桌米場 他的箭為什麼就直接丟在這裡 七盾 喔 他石頭碎掉了 還可以用石頭 他反擊阿 幸好這隻夠白癡 不然真的不好搞 收領波克不靈的肝臟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 碎片盾 拿掉換成蜥蜴盾 蜥蜴盾好一點點 這邊有三個寶箱 還有箭矢 我真的超缺劍阿 沒辦法一直在用 土破 來你利刃 來你利刃 我記得是前座一個 非常強的一個敵人 超級強的 我現在丟哪一個 我去 不曉得 使用反轉 他應該打開吧 咦 他是被炸 他是被炸開的喔 喔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嗎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還有別的招 就像這樣子 羅拉大劍我們先放在地上 得救了謝謝你 或許你會覺得很無言與對 但探究金是很難被壓一桌 喔這我懂 他在研究血之滿悅阿 烤岩魚 這樣還不夠嗎 再來一個 金粒烤肉蘑菇串 不對 我要傳達你的心意 不只是眼中 這個拿去吧 燃亮藥 對 他在瘋狂研究血色之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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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顧自己的安危阿 所以他是在瘋狂研究血色之確阿 然後不顧自己的安危阿 有人在對付母物喔 好讓我們來幫他一把阿 試試看我們的紅寶石杖 不錯 效果拔群 潛行番茄湯 哈努莫基在旅行 收集各種蟲子 你對蟲子有興趣嗎 美麗的翅膀強人外骨骼根本就是完美的存在 告訴你一些知識吧 呵呵 海拉路有些氣候溫暖的地區有寒冷的地區吧 而蟲子也會因為各自的生態特色分布在不同地區喔 像暖暖鳳蝶和暖暖蜻蜓就會齊齊在奧爾丁這種溫暖地帶 冰冷鳳蝶冰冷蜻蜓就會待在海布拉地區 所以海布拉地區 因為 這個之前阿 那個 唉呀 突然腦袋突然一片空白 海布拉這個名字我是在 因為我們之前打贏可蓋 第三次打贏可蓋 然後他說他要去西北部的這個升學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魔像有跟我們講 他應該是海布拉的廢礦 所以 哇但是寒冷地帶喔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能 要往 我們接下來可能要往 雪山的地方去前進如果看到的話 然後又知道西北部的區域喔 這應該會是個線索 水之果 水之果俗稱水果是這樣嗎 好啊很冷我知道 夏天到了冷一下沒關係嘛對不對 逆轉乾坤的話 剛剛其實有看到 是有看到啦但是 我已經忘記了 他的位置在哪裡 這咬哈哈吧這個 沒錯 剛剛那個雙手劍 本來附上的東西還不錯 結果就這樣子 因為一個誤操作 GG了 真想哭 這應該也是遺跡的一部分吧 灌橋這應該也是遺跡的一部分吧 只是可能年代太久遠了我們的 大轉前後也沒有辦法對他進行 進行去 進行移動 我應該是看到了吧剛剛 這一塊吧 應該是這一塊可以用 這塊應該是剛剛掉下來的 對 往上跑吧 哇喔你 你是從 好可好可怕的地方掉下來的 還可以連續倒轉 喔沒有 他就是平空掉下來的 為什麼平空掉下來不知道 好吧 沒問題沒問題 夠高了夠高了 哇你看上面還更誇張 上面還有一堆一大堆喔 讓我們來看看這邊 這是怎樣啊 這 這裡到底是怎樣 魚鱗飛舞之島 魚鱗喔 你撐那些碎石的魚鱗喔 真浪漫 哇 怎麼感覺 沒什麼用啊因為 呃 真的假的 我覺得一定有什麼辦法把他們驅除掉 只是現在 現在找不到方式而已啊 要不然如果是 要不然真的 有點 不知所措 這樣子 這樣子 現在我們對這些 泥令 泥藻好像沒有什麼辦法 喔偏可惜耶因為 哇血月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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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又要復活了 這邊是曾經的若納宮殿嗎 法 米法公園 米法我記得就是那個公主的名字 索拉組的 是嗎 忘記了 我知道這副樣子是被摧殘的很悲慘 這裡有個伊黑恩阿神廟但是他的入口被堵住了 我沒有辦法前進喔 哇 那怎麼辦 好像來了一個不該來的地方是不是 請保子安靜 王子正在專心工作卓拉 林科大人 所以我這來找他的 他應該是依通那個泥令吧 他應該是依通那個泥令吧 本当你君なのか 吐いたかったぞ Vick 他講了一堆事情 蘿拉領地有沒有還沒呢 我把領地交給了一個叫做優娜的女性處理了 現在淤泥又在肆虐 所以很擔心 可以去幫我看看狀況嗎 你可以告訴我該怎麼把他驅除掉嗎 這個我倒是很好奇 尼法公園警衛日誌 利多邦 今天也一樣 淤泥還是吊個不停 雖然西多王者辛勞下流盡領地的水還保有一定程度的捷徑 但是頓馬那裡通往偷偷湖的山路已經到處都是淤泥了 想偷偷溜過去看的話一定要準備很多水之果在行 所以你的意思是水之果可以去驅除 這些淤泥嗎 吃不飲食我們就來試試看 水之果 這個吧 喔 真的耶 這樣的話就有趣了 我想剛剛那個我們在 跑上去的那個島上應該也是要透過這種方式吧 因為特定的部分驅除掉我們才有辦法去 進行探索 適空之物 我是不太懂這個東西的運作方式是什麼 他叫什麼名字來的 浮游石 那要怎麼浮游 完了 他這個東西的操作運作方式其實我真的沒有理解 難道是說 我們可以自由的控制他 然後他又可以 他又可以 浮在空中嗎 只是這樣的意思 會不會只是單純是這樣的意思 感覺上 就這樣子反正 好就這樣 我猜他就只是可以浮在空中而已吧 這邊有一個可以 控制的板子 那我在想應該是要 讓他浮在 譬如說 像是這個位置 欸 我要先敲他是不是 真是的 像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呢 有需要嗎好像不需要這個板子已經夠長了吧 不夠長 不夠長 確實不夠長 OK 夠長我就很傻眼了 OK 我們還要回收 還要使用 這裡的話就是想辦法製造出一個鞋面出來吧 嗯 像是這樣 然後可能要離 我們這邊 比較近一點 這樣好像 沒有 這樣太高了 低一點 收撅起來 收撅起來 唉唷 Oh no 不行 可能需要黏附吧 這個不黏附起來 附加 還沒玩 喔這就是 為什麼還有個球 等一下 要想 蛤 什麼 這是 總之我們先弄一塊過來 我猜寶箱在上面 我們先把寶箱拿到手再說吧 欸 像是 這樣 OK 沒有寶箱 驚不驚喜 意不意外 寶箱在那邊喔 Oh My God 傻眼貓咪 傻眼貓咪 就上回去嗎?好像不行了 再低一點 不行差一點沒關係 Oh my gosh 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上不去林克你只是不想跳上去而已吧 你厭世的話要跟我說 我最清楚什麼叫厭世 木劍可以可以我缺劍 可以可以可以我超需要 好了那我們要看一下這在幹什麼 Oh my god But why 這是很酷啦可是為什麼呢 也就是說我們要讓他頂過去但是 又不能讓他掉下去嗎 OK OK 該怎麼做呢 首先當然是要需要 讓他維持在 一樣的高度啊 不對啊我們才4塊而且我們還很快被頂飛了 喔應該不是喔 我知道了 我了解了 先這樣子 然後把球 連上去 附加 這時候要把他頂過去 最好是喔 最好是喔 怎麼才這樣 第一個飛那麼遠 現在啊 沒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刺激的部分了 再來就是非常刺激的部分了 我們必須要 一個一個過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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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喔 林克你在幹什麼 怎麼沒有過去 我甩死吧 他很想死我也沒辦法 這個遊戲的操作就是很 沒有那麼精準 很多時候 你會覺得 他就是做不到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先把他安全的送過去 剩下我們自己搞定了 So far so good, please don't fall OK 你不要跟我說那個對面的地下 有什麼寶箱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好拆掉了 讓他滾下去開門 OK good 這個還不錯玩 這個神廟我覺得還不錯 好好玩 就是跟他掉下去有點糗而已 獲得個祝福之光 這裡又一個神廟 拉希塔 奇瓦卡 名字也太長了吧 又被拔光了 赤博上陣超重 這以為他在車子他是要我用開車去撞他們嗎 沒了 吃吃看吧 沒了 這張車 就這樣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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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沒有發現那個 沒有發現說可以後退啦 後退再繼續錄下去 OK 魔法杖 又一個魔法杖 哇我身上武器太多了 這樣子 有點麻煩 好 又一個祝福之光 一死村 阿卡來高原 這邊就接近火山地帶的村莊了 這裡還有女神像 但是我們好像 還沒有解開這個 傳送點 趕緊大大大地買吧 大大的瞬間 好吧大大店 怪物精華 只有他在這裡可以買到怪物精華 便宜裝上鍵上的材料 不過最近開始在販賣這種東西 我來看看 不然在教育料理中使用奇怪的條路料理可以是做各種怪物料理 然後木劍的話5至20塊 太貴了 你就沒有賣其他有趣的東西了 就這樣 一切正常 我以為是值錢的東西特地撿起來 這該不會只是一個奇怪的石頭吧 你想去做一個場所嗎 那就得使用軌道車 付使用費才行 一口價 20盧比 只有第1次需要付費 之後都可以無限使用了 因為付款嗎 奇怪的石頭是什麼 就去回己有 不對 是當作經驗米收起來 不是可以讓你 大特價100盧比 太貴了 80盧比怎麼樣 再便宜一點 他不賣了吧 你怎麼又再拿些奇怪的東西 開高價推銷給陌生人 那種東西就跟稍微大一點的塔虎石差不多 我看就只60步 頂多50而已吧 你 你 你 再怎麼說我做的也是正當師而已 我知道了 不用那種眼神盯著我嘛 50 可以可以可以 沒想到簡單的奇怪的時候居然真的賣得出去太幸運了 喔 那真的太胖了 你的眼光真好 我覺得這是一塊珍貴無比的石頭 你買到他算是賺到了 從現在開始他就是屬於你了 儘管拿去吧 我把他放在後面也可以隨時把他帶走 所以他到底是什麼 於光明之隱促獻上水晶把如此一來 乳便能獲得破鞋之光 喔 oh my god oh my god 這也太遠了吧 哇 而且他地圖上不會飆出來 要命了 這也太離譜了 我哪知道那是哪裡 爹 爹 爹 鞋 爹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太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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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要不是 好了 好 我才不會 我才不會 好 快 他可以 可以 我不會 太好了 不 我不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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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 1個深血裏面冒出一條龍 這正常嗎 這是哪招 這是怎樣 太酷炫了吧然後剛好這裡 我趕快上去我趕快上去 希望能弄得夠高不然的話 為什麼龍還可以從深血裏面跑出來 難道他們還會自己跑到深血裏面去探險嗎 太誇張了 還是什麼瘴氣之龍之類的 奧爾龍的鱗篇 天啊 會燒 哇好痛喔 有沒有什麼可以 點緩的啊沒辦法吧 而且我記得我也沒有特別去做冰的 我只有耐寒的而已 沒有耐熱的 我們只能用生命去採啦沒辦法啊我都已經被我遇到了我不可能就這樣子放掉 不可能 靈克不要一直爬來爬去啦你真的很愛爬欸 你到底有什麼毛病啊 真的很討厭 不要再爬了 天啊 不要再爬了 哇 你知道我只是想要繞過去了這就這遊戲的這個操控就是這樣子 這麼感人 真的不知道該做什麼 傻眼 犧牲掉了一個弓箭 值得 我覺得我們都已經 我們覺得我們都已經拿到了 OK了 你居然會從生穴跑出來 Interesting 那我們先前往這神廟 這樣至少多個船點 然後旁邊還有個塔可以開 也就是先這樣吧 西納塔尼卡卡神廟 好 戰鬥指導奇襲的精髓 這是要我們 偷襲吧 別讓敵人發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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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太會看了吧 好好好不要再重複了 我可以我知道好好好 閉嘴 嗨嗨嗨嗨嗨嗨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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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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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裝我不可以裝 我還有那個能力可以讓他結合在一起 螺絲他也是用螺絲綁起來的嗎 這麼平易近人 我還以為是什麼特殊的裝那個技術 去吧 上面的又是什麼東西 OK 這樣應該開圖了 阿卡來海 深遠阿卡來 阿卡來高原 一尺 天空的更新 OK 現在呢 阿卡來的天空諸島上面有一個 那個是天空魔像吧 遠處的這邊還有一個 升血 如果懷疑我過去 看樣子是不太可能 先回復一下吧 現在問題就是我們要不要要不要爬上去而已 或者是透過那一個 用那一塊吧 這裡又是什麼地方啊 為什麼這裡會發光 這是什麼解謎嗎 真的是喔 一大堆有的沒的很刺激 中達建築店的作業場所 是流星喔 星星碎片 這邊 這樣的話他等於是在瀑布底下 那我們知道了 現在在意的點 是哪裡 是這個城堡這邊嗎 剛剛我們是想要到那邊去了 四浪的話距離應該高因為有生穴喔這裡還有個生穴我還蠻好奇的 只要我們完成了神廟我們就可以傳送了 問題就不大了 而且這裡還有個超強三頭龍的樣子 看起來超強 阿卡來堡壘的遺跡 阿卡來堡壘的遺跡 OK 啊天啊 啊 啊 他還會隨著時間長回來喔 會不會太強 你們會不會太誇張 這邊可能要 哇好痛好痛 上氣防護的料理 如果遇到了我還是要挑戰看看喔 真難慘 攻擊他的話他底下那個就不會出來 這樣的話就還有機會喔 而且他的攻擊有點單調 至少目前看起來是這樣的 拿錯了所有傢伙 還有什麼 拿這個好了 如何啊 盪氣之槍 魔王之攻 星星的對話值越高 攻擊也會越高 然後按之快 非常好 我們先把神廟給打破 多米豬一諾 神廟 看錯了 很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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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 什麼意思啊 我知道了 空天之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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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會很酷 哦 這一定會很酷 我們要想辦法敲出一個組合可以上去的吧 哦 這一定會很酷 然後 有人會受不了喔 這個 有人會頭暈喔 這個在原神的萬葉的那個 就是去年 夏日 就是遠海私下遊記裡面 萬葉的那個地方 萬葉的那個關卡裡面 有一個也是類似這樣的設定 有一個這種 翻轉的 這種設定 可是就是 我身上沒有什麼爛的武器 Oh My God 還有個寶箱在那裡 我是不會 我是不至於暈到不行啊 只是有些人會受不了 因為那時候 不少玩家 我這樣可以開嗎 可以 木箭師 這個很有趣哦 我們也可以嘗試上去看看 雖然我知道上去只是為了拿套箱而已 理論上應該到不了什麼地方 然後 不過怎麼說呢 我們也可以用弓箭去觸發這個機關 就像這樣喔 只是 當然喔 並不會說就很浩劫 但我知道的是我們可以 用弓箭 設這個機關之後呢 這樣我們就可以順理成長的 開寶箱 不錯的盾牌 好 那 一步一步慢慢的去思考 再來呢 看一下這邊的旋轉會是 喔確實 他可以這樣轉 兩邊 前後的轉法是不同的 這樣我大概知道了 那如果是這樣我們必須在裡面 在這個門裡面 用弓箭的方式射出去 因為現在這種模式 我們不管在怎麼轉 等一下好像已經改變了嗎 有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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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 還是一樣啊這邊還是很 沒有想辦法讓他改變喔 所以這裡用弓箭 比方說像這樣子 然後呢 他如果轉的話 我大概已經知道怎麼 我們要讓那個最長的 跑到 一下 然後留一個空氣 這樣我們就可以使用銅填術 一路灌上去 喔好可以 我這個解謎蠻 蠻有趣的 而且 還真的蠻需要思考的 這樣我們就上哪去了 這邊就是方塊的最頂端 這個真的還蠻酷的 這樣我們就拿到 這樣一來我們就有四個這個祝福之光了 Here we go 雷電鼓勵歐克 我還有強風 喔完了 等一下等一下 有沒有拿出我們的 一般 一般的武器 那會導電 那你靠近 那你靠近 我看 他們還會 時間那還慢 他們還會起來喔 認真 哇天阿 what a mess 哇真的來不及了 空箭壞了是嗎 天啊 不好對付 因為這其實應該要用超遠距離的戰鬥 真沒想到 會變這樣 下來了 然後呢 這時候可以對他盡情輸出嗎 雷字武器在這裡不行 那試了一下 打不贏 原因是因為血太厚 我身上的木製武器 不是很多 再來呢 就是 弓箭 我的箭矢 箭也不夠 三十幾隻箭 很難 因為他這個三個頭呢 你要在短時間內 把他們都打倒 不打倒的話呢 其中一隻就會直接起來 那會很麻煩喔 就是等於是無線輪迴浪費你的彈藥而已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很討厭喔 而且跟他打的時候 場地必定會變成這個 雷雨的天氣 所以 更加的使這個戰鬥啊 變得更加麻煩 所以這條龍呢 我們之後再列吧 看他那個血量感覺也不是我現在這個階段可以打的 只是如果今天我有足夠多的 弓箭的話 搞不好還有機會 感覺上是還有的 還有一些機會的 這邊是解謎吧 但是 他會 他會吸引雷電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他拼成一個六方形 這個在加上打雷的天氣喔 真的是雪上加霜 還要躲雷電喔 不然被電到直接死掉喔 濾光照的方向在這邊 綠光照的方向在這邊 感覺已經到底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在遠方好像看到 其實有什麼東西在這邊的樣子 所以 那我們來看看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神廟但是 東西不見了 怎麼辦 他說什麼用什麼 供奉什麼東西的 呃 這個很傻眼 這個真的超傻眼的 這我真的 終於可以進來了 藍阿卡來平原的深雪 印入遠連的這邊的話呢其實是有營地喔然後呢 這裡有個特大破 還有蝙蝠的敵人 蝙蝠還是鳥 我是 這裡好像也有個營地的樣子 感覺沒有人發現我們 這邊的話呢 趕快 盤查一下地形 看樣子這中間又是一道深鉤啊 是吧 天啊 哇林克沒跳到 蠻危險的 OK好那沒事沒事沒事 無視的繞得過來 哇底下你看看 大本營啊 不用不用緊張 開了圖之後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這底下有多亮 哇天啊 這也是哪裡啊 看一下 喔 其實剛好連在一起喔這是拉尼爾廢礦的北部 原來如此 這底下的話 看起來像是某個遺跡嗎只不過 哇 是不是一個廢礦區啊 不是嗎 古代的地下堡壘 是嗎 我還是看起來 上來 就是 有 是嗎 是嗎 有 是嗎 這是 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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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覺得他們完全被他們的首領害死了 他們要是沒有聚集在一起的話 讓我好好的把他們全部炸開的話 搞不好很難對付 好像還有人在偷射我 對啊 這個地下堡壘就是一個寶箱 黃昏之勇者褲子 可以 沒問題 沒問題 OK 黑曜巨霸 加碼 黑曜型的 黑曜版 他沒吃到 他沒吃到耶 二連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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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ed 全部都沒射到 就死了 他果然也會吃喔 他果然也會吃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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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好 好 好 OK I got her 黑曜巨霸加碼的大牙 附在武器上可以大幅增加攻擊力 不好對付 不太好對付的原因是因為 被他摸到就是一擊 就是一下 一下都不能被他摸到因為這個 攻擊力他的傷害實在太高了 我身上的這個防具也很 防禦力也太低了 不過沒關係啦因為這種BOSS其實 有抓到一些訣竅的話就 還算好對付吧 試個幾次還是可以打贏的 最關鍵的其實就是說你 你把他打絲痕跳到他身上打的時候 他起來之後會把你震起來嗎 那個時間點盡量不要彈刀 就是寧可少打一下 然後被他頂上去飛起來 也不要急著打然後結果 剛好呢在他把你頂上去的時候 你又按了攻擊鍵然後變落下攻擊 那落下攻擊的話呢他就會直接 跳起來轉身喔就是要面對你嘛 那轉身也是等於是一次傷害喔 那你跟他這麼近的技術 的情況下 你就 等於是幾乎100%就被他壓到了 那被壓到就GG啦 因為 又秒殺了嘛 所以寧可呢少打一兩刀 等他把你頂上去之後 開降落閃然後 這個 他就會 張開他的嘴巴歡迎你喔 希望你能夠進他嘴巴裡喔 不過這時候我們就把一個炸彈塞到他的嘴巴就對了 那他又會再倒地喔 那這樣子就可以 實現一個 一個loop嘛 就是說 只要你中間沒有出現什麼很嚴重的失誤 那就可以一直用這種方式打下去喔 那 也不太需要怕閃躁的問題喔 我覺得其實 用這種 用這種方式打的話應該還蠻好打的 最難的應該就是最一開始的 我一開始也還好因為 通常他的開場見面招就是 開場見面招就是要 他就是會張開他的嘴巴想要把他吸進去嘛 所以 通常就直接 裝好炸彈花等著他 張開他的嘴巴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我覺得那隻boss 怎麼說 還沒熟悉之前很難對付吧 熟悉之後其實還蠻ok的 那打贏的時候 也是蠻有成就感的 所以還不錯 這有個非常奇怪的東西喔 然後呢如果仔細看的話是白色的光芒 所以這是 代表應該是比較高處的位置 所以我就非常好奇然後我就選擇根系 根系 我就選擇根系爬上來 想說要到這個地方喔那果不起來在這邊看到了一個 被轟炸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要想要到那邊去 OK到了到了到了 酷喔 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我會不會 繼續 這邊有換我 我把錘子拿掉 留在一起喔 不曉得這裏是什麽地方喔 這啥啦 What is this Why is it here 這裏有很多炸彈花 看起來我們是還要繼續挖下去所以 這邊的話繼續撿 啊 就這樣 這隻我打過啦 真的假的就這樣子 還以為 沒關係我們先打完再說 先不要下結論 先不及的下結論 補個血 哇我就沒有一個一個比較少的料理 阿卡來鼓 鼓種 阿卡來鼓 鼓種 有個奇怪的東西 確實是有個奇怪的東西 在 後面喔 最深處有個寶箱是 瘴氣嗎 瘴氣侵蝕的寶箱 這邊應該會是怪的車輪站喔 然後最後面才輪到他 輪到這隻最大隻的 一樣 來吧 對阿揮不到盾砰 幸好他們這裡都會掉骨頭 這些骷髏冰死了會掉了 哎唷 怎麼會是丟炸彈 這樣靠近寶箱還被寶箱炸這個起司 什麼樣的寶箱啊 居然可以要這樣的防守 這是非常令人好奇啊 那我們看看吧 大古龍之劍 據說是古龍的名將為了穿越時空而來的勇者 打造的傳統鋼箭 其鋒利足以逐漸工匠技術精湛 問題是他還是會壞掉啊 對吧 他還是會壞啊 不過至少怎麼說蠻酷的吧 還算是蠻酷的 這又是一個意外隊的據點 喔靠看起來好帥喔 光速是什麼 在防守吧 被發現了 還是甚麼 被發現了 嗯 看樣子是 一個微層四方形的光束 讓我們進去了 裡面還有人在開車喔 OK 酷 哇這裡要怎麼樣才能夠 我終於找到入口了 這是迷宮嗎 也太酷炫了吧 這個如果射下來是怎樣 這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找他哪裡捏 再藏了一大堆大堅香蕉 這也是蠻酷的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進到內圈 我們居然真的做了一個迷宮出來了 蠻厲害的 哇這次我不知道怎麼破解 這樣子 是不是要把這些平台都射下來 可是光束其實還是在發射啊 這樣光束是不是都沒了 我這爬的上去 不會被刺下來啊 對啊 不會被刺下來也蠻正常的 然後這邊的話只通到 它那裡是一個 晃車在那邊晃一晃去 OK 恩 是我沒看到路嗎 其實我們是可以用這個平台去做點事情吧 例如說 例如說 那裡還有個彈簧 怎麼回事 這也太多東西了吧 有彈簧就好說啦 啊 呃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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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哼 還蠻 把你掉下去 No need to be so fancy man ok ok 身上的東西直接給我 真的不用去撿了 好了 酷喔 前面還有針刺欸 他們真的很厲害 來看看這什麼設計圖啊 戰鬥裝置洞 這些感覺都是在手具點來幹嘛 就是你要蓋一個防守設施的時候會用到的東西 我們常看到一種在地上從未經過的礦石 這種礦石是散發著綠色光芒 像被蟲肯咬過的外觀 雖然其成分級用途還未釐清 但各地都有開採的痕跡 可以判斷它在昔日應該具有重要用途 偶爾會在地形凹陷處找到大量這種礦石 或許這就是其日開採的遺跡吧 似乎地上是山巒的地點 就都會形成凹陷處 但詳細觀點依然不清楚 地上山巒的部分底下就是凹陷處嗎 你的意思是 好喔 好好想想喔 該怎麼樣才上得去喔 這邊 它是有些看起來像是平台的東西 但是我們還是得找到一個可以 往上跑的起點 會是這底下嗎 這彈簧吧 好沒問題 阿如果這樣就 嘿咻 往這邊爬 唉唷呀 我的頭 直接 直接撞到那個上層喔 這樣看來 要嘛我們是可以到另一邊去 要嘛是 喔那裡有個梯子 兩條路應該都可以啦 比較想走這條 OK 好那我們上來了 這樣的話 不過 另一條路呢 另一條路幾隻也是通到這邊的嗎 所以它是 都可以的 沒問題 準備硬底阿 OK 如果說 這裡好彈簧喔 沒問題 喔那太好了 因為 有彈簧的話就可以使用空中的凝視射擊喔 去 處理掉他們的 會比較好渺 會比較好渺喔 Oh my god 只有 只要處理掉一隻就開門阿 不是兩隻嗎 OK 主那屋人員大結晶 設計圖 強力跳躍台 喔 這個也不錯 地底存在著一道從地面延伸至頂端的牆壁 這個牆壁原則上是無法突破 現在不斷發生團員因是想攀牆而導致脆弱的意外 所以發現這個牆壁時務必要記得繞道而行 行進時如果有牆壁應該要冷靜 確認牆壁是否延伸至頂端 幸好這邊牆壁上掛著像是石槌般的物體 因此很容易判別 有些牆壁是會有密動 但是非常罕見沒有正確的地圖是無法發現的 這個他指的是 那個像高塔的東西嗎 聽起來 聽他們的描述又不太像 所以我也不曉得 那這裡這個飛機我們現在可以用 我先把道路給清出來 機會難得我們順便 看一下 這個礦車也是很好笑 就是這個軌道也直接飛入去了 到底是要飛去哪裡 好 再給他一次機會 喔原來是這樣 這個是起飛用的 好 好 那我這樣我就了解了 像這個上升下降我就可以 我就能完全理解 因為這是飛行遊戲 或者是飛行的操控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之前的那個船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他在水上還需要 讓這個 你的這個 前方往下墜 這個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了 這個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了 我覺得那樣的設計是蠻奇怪的 要是能夠這樣一直飛喔 好 探索後面面超簡單的 好這邊我們要下降 去吧 哇他還可以這樣 他還可以像那個 像紙飛機一樣這樣飄 那我也是蠻有趣的 好不管怎麼樣 所以圖也開了 嘿嘿 不知道可以飛喔 試試看 不行 他一定要有個血波 啊有你可以的 okok 啊這飛機 他也有他的這個 耐久兔 他如果是這樣我們必須 上升 想說利用他他就開另一個點喔 欸有機會有機會 好像可以耶 附近其用 ok帥喔 這樣子得來全部費工夫 要 Suit 哦唷等一下阿 不信 OKOKOK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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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高橋之更 越開越大 OK 酷 然後你看在前方 也是又看到有一個傳點喔 這次的探索 這次探索真的是 非常順利呢 好那前面有那個傳點喔 就打敗BOSS了就把他開一開 克斯克雜子羹 對 這次終於是吧 我的天啊 喔龍出現了 龍又出現了 那我們最好快一點 開飛機 等一下 電池消耗真的是也蠻大的 我一直沒有去找那個增加電池上限的那個FPC 我應該先去找的因為我已經 在這探索已經探索好久了 找到很多的這個能源 有了往上飛 哎呦按錯了哎呀 算了 聶爾龍的鱗片 我應該要吃抗寒料理 呃抗寒料理這個 算了我們等到我們血扣的時候再說好了 這已經拿到了嗎 聶爾龍龍岩石喔 聶爾龍龍龍岩石喔 好這樣我們可以吃了 怎麼會是鱗片啊 呃 沒關係 我們先 這個防寒的 補三顆星的 這樣還不夠嗎 耐盤效果有V1所以我們需要耐盤效果有V2才撐得住 不過想多多少少還是有幫助吧 所以我扣血是不是不會那麼快 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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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的素材我們都拿到了 好吧 我想我們應該也不用再靠近他了 這裡是 西北部 那一樣 在這邊我們也看到有一座 可以傳上去的塔 每次只要我看到這塔呢 我就會非常的緊張 興奮害怕 為什麼呢因為 上去就下不來了嘛對不對 很誇張喔就是 這探索會停不下來 然後 真的完全停不下來 所以這 這是好事吧但是這 反倒每次都會讓我非常猶豫要不要開這個遊戲 因為一開就完蛋了 一開就真的完蛋了 只能利用自己零碎的時間 盡量去使用啊只是盡量去利用吧只是就是 呃 excuse me 喔 喔 這只是服裝而已 我想說一出來只會遇到點 欸 等一下 這還真是幹部啊剛剛那個老頭是誰 我剛剛以為那是衣服你知道嗎 OKOK 直接就開打了 現在又是很糟糕的雷雨天 超級土盾之術 天啊完了才剛出來而已我馬上就被打爆了 這不妙啊 他們要被雷擊了 也許這天氣在綁我 好解決了 老天的眷顧吧 不然他剛剛那招真的還蠻危險的 拍個照 戒心藏刀 所以這是等於是藏武器吧 其中精神異會可以產生真空刀刃 但是我們身上的武器 我現在真的很想遇到那個 呀哈哈精靈喔 這只敢把我的武器庫 武器的這個 喔 這邊可以供奉吧 既然這樣的話就供奉你們最愛的 香蕉 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操作每次都會忘記怎麼按 OK 哎唷 放不了耶 他不接受香蕉嗎 難道你討厭香蕉 怎麼可以這樣 雖然我也很討厭香蕉但是 可以可以可以 這要 非常的精準 然後這遊戲其實要做到精準真的是蠻困難的 但應該算 有放進去吧對不對 因為他是 E蓋隊的 看起來像是E蓋隊的這個像 所以我就放香蕉 然後壓他就出來了 我再放蘋果也是可以 好放完了 香蕉我收走了 這把我們只好先收掉了因為 我很愛用那個武器喔 只是沒辦法 終究會壞掉 壞壞了 看了我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看屋裡是什麼吧 我沒想到傳出來是一個這個 他是把他們抓起來 克羅康巴 我曉得製作商不會照我怨言 我已經救你了 所以他是被盧過來的 YES 你身上的衣服還蠻時髦的嘛 終於可以解脫了 我叫做克羅康巴 是位有點手巧解的時髦的男子 但我因此被E蓋隊抓來的時候 還要替他們製作服裝 被迫自己製作 不感性虐的東西生太痛苦了 剛好做了一套緊身服 不嫌棄的話就手下吧 防禦力超級無DT的 如果穿上一整套他會以為說 好夥伴喔OK OK拜拜 我差一定會在哪個地方遇到他 然後又一樣被抓起來 這個是 穿上這遊戲的老套路了 這裡還有個老箱 我們看一下是什麼 試製的傳送標記器 若貝利自己試製的傳送標記 資料已經損毀目前無法使用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傳送 攜帶式的這種點 然後可以自己去設計 設計自己要怎麼樣去快速傳送嗎 如果這樣的話還蠻強的 有點像那個什麼 原神的那個 傳送錨點嗎 一蓋對日子 我們已經成功佔領西卡族們的研究所 並且在地圖上標記了各支不合機的位置 這附近有左納屋相關遺跡和零件 密集落下的一史村 以及有匯集各方資訓的一站 這裡應該很適合調度物資和收集情報 雖然目前還沒有任何關於薩爾達的消息 但已經收到多筆目擊林克的情報 嗯沒錯 地上部隊似乎也設下研防多時 研發多時精心準備的香蕉陷阱王 你覺得林克會為了香蕉 喔會了也許會 那是個非常危險的陷阱 說來慚愧就連我也不小心中機 因為你們很愛吃香蕉啊 雖然實在讓人難以看去 但絕對不要去剪掉在地上的香蕉 有那麼好吃嗎 有事嗎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放 要把20槍攻放在這裡然後好像他在 我覺得這只是在搞笑的 好吧 那 就這樣 這邊沒什麼 不曉得這附近其他 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去使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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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喔對阿這個我記得前作也有這個大 喔 這看起來是 一個妖精吧這個 這大妖精的花包只是他沒有打開所以不曉得為什麼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去看一探究竟吧 因為他好像可以給我們家防禦力喔所以蠻重要的 誰可以把那個 只要一個就行 誰可以讓老夫吃 一粒胡蘿蔔 剛好有一個沒用掉 天啊那個好珍貴的 我肯我肯 太好吃了 還真的是 一個大媽 一個貴婦 我肯我肯腩 所以他不是大妖精 這首歌是老歌 這個旋律 馬龍 居住在這個世界的重馬之神 難怪歌曲是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是 林克叫馬的旋律 還沒吃飽 是喔 那我們來試試看 關於馬爾的願望 可以讓死去的馬爾復活或者強化馬爾能力 不過要付相應代價就給食物 你到底說我多餓啊 OKOK 餓者肚子就沒辦法讓馬復活 強化或復活馬爾的話就把尿魚帶來 提升 我都沒有馬 我之前有訓服 有訓服一匹馬 只是就是 我沒有把他帶回那個驛站 所以 他還在外面流浪 買這個方便的交通工具吧 尤其在這遊戲 只是因為我太在探索了 很多時候其實我 沒走幾步路就會看到個感興趣的東西 然後我就會跑過去探索 所以其實 搞到最後就是好像 雖然可以騎馬 但是我好像也沒在騎 那因為我這種玩法 搞到最後就是 太花時間了 最後面自己就棄坑了 希望這次不要吧 但是我很懷疑喔 現在時間不像以前那麼多了 喔這個 像是巨集迷宮的東西 我記得前座也有 這底下還有一個神廟 OK 我們先看看喔 又是雷魚 Yup I know 這個前座我有稍微玩一下 也沒玩完 所以我不曉得他有做什麼樣的改動 冷氣果 好珍貴喔 我現在就一直拿不到這種東西 好可憐喔 調查第一天 花了整整兩天才登上這座孤島 雖然遺跡就在眼前 但大家都已經禁筆丁 怎麼好像跟前座講的話類似啊 但就算在這種狀況下 塔烏洛先生還是解讀了刻在石板上的左納無文字 當成名於大地迷宮最深處的圓環之龍 覺醒之時 就可以獲得強硬的報酬 我對這段充滿了迷宮的文字感到興奮不已 但塔烏洛先生卻因疲勞導致身體不適 在目瞬他踏上歸途後 我打算挑戰眼前的屌廓遺跡 為了不讓自己迷入我準備了充足的巷子 樹果作為標記 所以我們可以去撿那個 或者是跟著他做過的標記去 探索吧 就算一個人也要為他努力才行 喔 真有Guds 看不懂 我的問題是 有傳點嗎 喔這上方是個神廟的喔 所謂的橡木啦 樹果啦 我完全沒看到他做的標記喔 結果到頭來是我們自己盲探啦 因為這就是個巨型的立體迷宮 我之前也有印象 我記得前作我也是有稍微繞一下後來放棄了 然後就沒有再回來了 因為後來就直接沒玩了 這遊戲實在太大了 這又是什麼 來先拍個照 樹樹連棚 OK 就是說 可以加速 現在是連水 連水這種機關都出現了 我記得以前沒有這種吧 以前好像沒有這種 這種深水的這種 搭配喔 我記得他是不是 你就算突破一次之後他還是會 還可以繼續突破 就是還可以在玩喔 然後 他會整個 大改變 大改造 就內部的這個路線啊都會變 好像是這樣 No idea 而且為什麼要木頭 為什麼會 大量的木頭散落在 這邊喔 這也是蠻奇怪的 最少小地圖上是可以看到有一些 最少還可以看到一些圖 這個炸彈可以炸開吧 好 等一下 可是現在下雨 現在下雨的話炸不開吧 喔喔喔喔喔喔 現在還打了 更危險 好 我可以把那個 我可以把這個鐵桶丟到那個洞裡嗎?那個水裡面 這就變成只是一個可以立足的立足點而已 好吧沒有什麼特別 比較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剛剛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是看到這個對從這個洞看到的嗎?因為那邊有個可以炸開的岩壁 蠻在意的 我們應該要先去處理那個 找不到勒 剛剛的那個 這裡還可以趴喔 這又是什麼 一關的武器 說起司 左納物之強健 通天可以用喔 我們可以用通天蜘蛛上去 這樣不算作弊嗎 這裡又是哪裡 其實也不算作弊吧 沒有我們這樣本來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啊 但是從這邊開始倒是有看到一些素果 這可以燒掉吧 而且我們用丟的就可以了 如果把這輪子滾掉是有什麼素果 你也會不會用不放 料理 你也會用到尾子 你也就不會用到尾子 但你也會用到尾子 你也會用到尾子 你也會用到尾子 你也可以用到尾子 你也會用到尾子 很好 又是一把又又只是一個武器了但是我們又可以再上去 強大劍 這個迷宮我覺得要徹底的真的都走過我覺得太難了 不如直接用作弊的方式 直接到了這個神廟 至於你說底下的東西要不要再探索 等一下喔這底下是生穴嗎 這裡還有生穴可以走 然後傳點 成功突破大地迷宮者 不以師掌龍者之名 下一扇門 將魏如打敞開造訪天空迷宮南側 我上不去 洛美島的預言 調查第三天 終於發現了左納屋文明的遺物得快點回去和塔屋洛先生報告 所以如此我暫時不打算離開 那有個讓我恨在的地方 雖然從這個房間能看到下層到底該怎麼下去呢 是呀然後下面還是生穴我也很在意呢 總之我們先把 喔他打開了 就這樣子就這樣打開了 鐵欄杆剛剛我們觸發完之後就打開了 同時這裡有個神廟 這樣傳點也順便打開了 老魯的祝福 然後這神廟是直接就 就這樣直接給你啊 我喜歡 我喜歡這種方式 一個特大顆的電池 借囉 這這麼特別啊 應該會給不同的東西吧 同時也可以給了你一個祝福之光 真是有夠有誠意的 但是應該還有別的效果吧 不會吧其實 就一樣嗎 其實是一樣的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好像 一樣吧 只是我太久沒看了所以 我一直 我直接就誤會了 OK OK 有通天之地之後這個迷宮就有點 直接 被無形的破解了 我們跑到最高處吧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可以感興趣的地方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是 沒有的話我們就是會 我們就是直接 再跟這個往上跑 我 沒有的話我們就直接到 他這個生穴 去探索 這個迷宮其實裡面應該還藏了一些東西 但我想應該都不是一些 很不得了的東西吧 如果真的要一個一個去找我覺得 太恐怖了 像剛剛那個沒有炸開的岩壁 我是很在意沒錯 但是 就是 我覺得很難 很難吧 這個你真的要 全部都看到的話 這裡倒是有個 呀哈哈我的天啊 嗯 哈哈哈 就是 在這兒 哪裡 就像是 我們有方的 我們有空 我們有空 他就有空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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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棄了 太麻煩了 我們直接下去到生穴處 這也是生穴嗎 還是不是 這也是地底 但是這不是生穴 應該是吧 只是它這個 又被一個柵欄給擋住了 發現 洛美島的生穴 它是叫生穴 沒錯 可是這裡我們進不去吧 對啊 現在還有藍杆擋著 oh you again oh ok f you just f you 這幾隻很好 很討厭啊 因為無限再生喔 大量的資源被消耗掉 喔 還炸到自己 太棒了 壞喔 我把自己炸死了 可以的話其實我不想跟他們打 因為我不想浪費我身上的炸彈花等等的 雖然說跟加龍打還蠻有趣的 問題是這代價值太高了 好 我就先離開就好了 我等他們自己下來 好 在這個貝雷擊之前趕快 再穿回去 然後再跳下去 我問那個幻影家王是不是一定要打 如果是一定要打 那我也無可奈何 因為很有可能是要打贏他之後 那個鐵炸彈才會放下來 這也是有可能 很快就知道了 好 他們消失了 對吧 他們應該消失了 那這有個寶箱 再打開 大容量電池 OK 發現 被阿 阿卡來的洞窟 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怎麼會在這裡 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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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可以射 他死了嗎 他他他 他 他 他消失了 他消失了 哇 怎麼辦 這裡又是哪裡 我是誰 我在幹嘛 我在哪 我剛剛太早下來了 如果 有 他死了啦 他掉了 OK 還好我剛剛 找到一個很勉強可以立足的點 不然真的是 OMG OK 先儲存吧 拿出我們超強的 這把 這把就是專門捅菊花用的 遠方的上方那應該是發光石 在這種場地跟這種傢伙的戰鬥 非常的 應該會是非常的艱辛 他上面還有個寶箱 他頭上 我可以給他捅菊花嗎 不行嗎 真的嗎 欸 不能暗殺欸 這不能偷襲欸 為什麼 這就吊鬼了 這就吊鬼了 我 哼 不行就沒辦法了 唉 well here we go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只要被摸到就被秒殺的啊 這個應該是這樣 好 幸好我拿武器的傷害很高 OK OK 超高級瘦肉 烤禽肉 好可怕 拍個照 這應該是他的機腳 喔那不是寶箱 那是機腳 看起來超像寶箱的 剛剛 這兩把劍就先留著吧 前方還有敵人 又是這傢伙 好 OK 哟 讓你們兩個 大事一盾 ok 喔直接煙 直接淹死了 直接淹死了 ok 出口到了喔 然後這邊 喔 原來還有這種事情 這裡還有神廟 拉西我要卡神廟 漂浮之力 啊又是這個球 嗯 這要我們做什麼呢 我只記得這個球 你給他壓很深 然後跳一跳很高而已喔 還是說我要讓他在上面 再加個重量 然後就會掉下來一點之類的 也不是 因為不能往下壓嗎 不行啊 直接把他射斷了 直接把他射斷了 喔 應該是要讓球在平板上 這樣我們才能過去 之類的 可是我把它射斷了耶 啊那個平板 在底下 啊 好 我知道了 也輪軒不掉 哇 喔 我來幫他射斷了 也說 我知道了 沒問題 越來沒問題 越來 越來越有健康 人 越來越了 越來越 Jer 越來越越危機 越野了 越來越野 如果我用其他招呢 比如這樣 這樣我也過得去嗎 ok what now oh 我們再把那個球拿過來 應該是要先把那個球放在那個板子底下 然後這樣就可以浮起來了 只是現在就是 這好不好先站上去 像這樣 哎唷 這好像不太行 但是因為剛剛有那個momentum 試試看會翻死去 哎唷呀 再試一次吧 喔他只能oh my god okokok 沒辦法再試一次喔 我們只能 現在我們可以再試一次 ok ok 這邊 哎唷按錯鍵 這邊我們需要 做一輛車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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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supposed to do 也許這樣也可以 只是我要 啟動 有寶箱耶 Follow me 也許就是該這樣子 然後把他講得太複雜 魔法墓葬帶有些許神奇的力量 喔所以這應該算是高級版的吧是嗎魔法大仗 這要放一顆球在這裡嗎 喔 OK OK 然後又得到個祝福之光 OK I don't know what this is 你可以轉喔然後呢去等於是瞧角度吧 感覺就是一副就是要叫他把你 打上去的樣子喔我不曉得可不可以上去 我也是贏錯洋槍跑到這個天空島上 què喔 Here we go 這力道最好是狗 這邊感覺很high 至少這裡有飛機喔 也許可以靠飛機飛上去 前面空島怎麼說 就是雜亂無傷吧 什麼都有 然後也可能什麼都沒有 現在問題就是我還在想飛嗎 然後如果真的要飛 這邊又可以讓我去製造 我可以讓你抓到 OK OK Sounds pretty good Looks pretty cool 這邊是滿滿的很滿喔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過我們先跑到上面來 OK OMG that hurts 上面有什麼呢 這又是什麼花 生命小蘿蔔 這個那個 那個馬的那個應該會喜歡吧 那個什麼長官馬的那個生命 這是yahaha Nope 好多金蘋果 那這個不錯耶我們下次就可以把他記起來了 最近紀錄 這又認為最矮 OK 果然是yahaha只是 比較複雜一點點的yahaha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 可以強化我們的 yahaha精靈 OK 哇看起來沒特別的喔我們就看一下那個 這底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藤蔓吧 What is this Why is this here 又是一個這個綠色的石頭 好喔 他只會跟你講一個神廟的位置 他只會跟你講一個神廟的位置 但是那個神廟又沒出現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讓他顯示 於光明指令處 線上水晶吧如此一來 我怎麼會把那水晶放到那邊去 是這樣喔 是喔 OK That is kind of ridiculous because we don't even know where it is 我們先把他放到一個 這樣子的話那個一死村 好像要飛過去的樣子 好吧 那如果是這樣 是時候了 我記得我們 這邊有些道具可以讓我們省點素材 OK 然後我們把他 黏附在頭上 黏附在 對好了 他指的方向是 這裡 其實沒有軌道我不知道能不能喔 但是至少 要試試看 那就只能冒險一點 啊 所謂的冒險一點就是 就能讓他快倒的方式 oh no oh my God Here it goes no NO 是說要再加裝一個輪胎 有FU了耶 是不是 這樣就是有FU了 有輪子了 需要一個輪子就對了 下罪 趕快直直落下去 漂亮 Naruhodo 我們要加一個輪子才可以啊 這樣可以了吧 所以他所有的破血之王就是那個祝福之光 他會直接給我嗎還是又要開啟神廟 應該不會那麼狠吧 好 看起來是 好 等一下喔那這個的話我想我們有輪子的也是需要用到喔 歷史紀錄的話 只要把這個輪子的地方拆掉就可以了 這應該有歷史紀錄了 ok 也是老魯的祝福 超級盾牌 哇喔 aircraft 呼呼 一個鴨哈哈 你要我飛往那邊去嗎? 可以喔 真的可以喔 走走走 OK 這個天空島真的是還蠻帥的 雖然我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我地上的圖沒開 我順便偷看一下好了 底下的那個遛望台 在那裡嗎 如果是這樣子 那可能要用飛的欸 現在我們已經有飛機了喔 我們也知道該怎麼開飛機了 不如就在這邊開一道吧 最後一台只要十八喔應該還好 Let's go 終於可以飛了 弥副其實的飛啊 這樣開圖的話應該好開一點吧 不然很多時候真的 都會摔死 不知道來得不來得及喔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啊 有囉 掰 還有一條龍在上面 他是他平原的鳥望台 OK 我們先看看這邊要怎麼解鎖 還是我解了 沒有啊 不可能 解化地圖就開了 真奇怪 怎麼了 裝置壞掉來修理 傷腦間是門 不知道為什麼打不開 誰進不去 沒上鎖 但是卻問問不懂 我當然知道他拉門 我可不會犯那麼笨的錯誤 用腦過度肚子餓 去復原洞窟採先蘑菇好了 沒錯 這座高台的三角上有個洞窟 你的意思是 也許 去洞窟可以 跳上來 三角下 你說 就在這裡喔 那 蠻直觀的 好 沒問題 No problem 生鏽的雙手劍嗎 好 好 好 天人搞定了 那邊挖點礦 這裡其實跟剛剛的地方是相同的 複星盾 複星盾 結合在一起 阿順便了 大大大大大石頭 他不讓我用 這個石頭不能結合嗎 你確定嗎 明明就可以 剛剛不讓我用 我的弓阿 摩油1阿不是摩油拉阿 他的名字好難 他的名字真的好難背 然後我得想想喔 我們的位置 這邊如果上去呢 我們上去看看吧 應該有個洞穴的一個地方 應該是可以通到這個內部的 好不是這裡 回去 可能是這裡吧 我應該是這裡嗎 我們下一個洞穴的一個洞穴 應該是屬於一洞穴 是這裡嗎 我們下一個洞穴 你現在是這裡嗎 你怎麼進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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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因為他被這個長棒給困住了 把他移掉就可以了 是誰做這麼無聊的惡作劇啊 你究竟怎麼馬門修好了沒那麼困難 只是不知道是誰放的 開圖時間 這裡有一些重要的師父 作弊 怎麼可能 入口中 作弊 本來中 這裡 使用 最上面那個看起來真的很誇張 再來呢 該去哪裡 這邊好像蠻有意思的 還是這邊我來過了 沒有吧 這個轉帶我沒轉過啊 然後 OK 我該 轉過了嗎 這個 沒有嗎 對啊 炸炮 硬石炸彈 這樣子都拿到了嗎 好 都拿到了齁 那就好 省一點 因為我那個 魔像的敵人沒有處理太多隻 所以 數量不足 佐納屋人員 他已經瘋化掉了 OK Let's see what we have here 直接就走到個神廟 又是這種 他還是可以開船點 只是你需要石頭 你點神廟的話也是可以 是這樣嗎 還是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是這麼特別 沒關係喔 總而言之就是 又要再去尋找了 這個水晶了 而且還要把它帶回來 一種遮翻跑的概念 好像 不是很遠 這又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是放水晶了嗎 還是 這什麼奇怪的東西 其實有幾隻手可以動喔 但是 OMG What 這裡是不是要想辦法搭一座橋 不然的話 這橋感覺就是可以升起來的 是不是 然後好像跟這個東西有關吧 這到底是幹什麼 沒有教學 不懂 而且你也拿不出去 等一下 我好像聽到後面有聲音 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這個就是橋的形狀 然後如果我們要改變他的 方位的話就是等於是 我們要想辦法讓他 怎麼說呢 變成我們要的形狀 變成我們要的形狀 這樣可以嗎 哇 好高喔 喔 原來如此啊 稍微 稍微 可以稍微低一點嗎 他只能這樣子 他不能改變他的高度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拼出來 哇 那這應該是不好拼 那這應該是不好拼 這樣比較好嗎 至少我看到寶箱了 不要再按 不要再按R鍵了 為什麼我會一直下一次想按R鍵 他還不夠 我們要再讓他過來一點 啊 賣中 唉唷 又太遠了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可以了吧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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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樣會掉下去欸 我們如果把他砍 把繩子弄斷的話 我們如果把他砍 把繩子弄斷的話 這樣呢 講吧啦 過來上面 只要我們過得去的話 只要我們過得去的話 這樣應該可以吧 這裡可以開寶箱嗎 欸 不行欸 因為他被捆起來了 這繩子是哪來的啊 嘿嘿嘿 get up here come on 這樣怎麼會抓不到 真的假的 這樣抓不到 那我可以抓這根繩子嗎 也不行 為了一個寶箱喔 窮盡了一切 怎麼可能 這個 這個 這個角度不行 What a shame 不過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個角度好像 這角度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其實下面有個平台 我們也可以讓寶箱 掉到下面去我們再去撿 所以選擇很多 還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我們水晶好像 沒辦法 帶著他撐 就是 抱著水晶然後還可以撐這個 滑翔翼 所以這也會是個問題 天空島還蠻有趣的 就是很破碎喔 可是又 怎麼說 有一些比較 在地面上看不到的一些解謎吧 跟一些機關喔 蠻有趣的 我相信這些 在某些神廟應該也會看到 這些 這些謎題設計 然後在神廟裡面就是放飛自我 徹底的就是變了一個 我們可能需要造橋吧 來看看看看 看我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可以造的 所以像這些鐵板啊什麼的 都可以拿來利用吧 然後也要看他 這個 OK沒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把他走 這個是之前在節目神廟的一個 鐵板的平台吧 這邊可能就 這邊有點遠喔 這個好像沒辦法 這好像太遠了 而且如果現在亂動這個 那個 拱橋 就那個機關的話可能會出大事喔 這個應該 這個應該撐不住 但是我們可以造兩個對不對 我們可以造兩個然後 我可以造兩個然後 把它拼出來 真奇怪 我們還順便把這個寶箱給繞得上來 太酷了吧 拿出我們的 欸這應該弓箭就可以射斷了吧 殘舊的地圖 在很久以前所繪製的殘舊地圖 似乎只是個某個地點 藏寶圖嗎 Oh my god 然後是在深穴裡面 這個橋夠長喔 所以我們可以 不用那麼精準的放置 Now we get it 好像也解了 這個 水晶的Winiti也解掉了 一石二鳥 開心 都是老魯的祝福 同樣的東西 不會又是一樣的 都盾牌吧 不一樣 這次是電池喔 這次是電池喔 這樣我們又獲得了一個祝福之光 very good very cool 這個探索我真的停不下來啊 之前我在玩荒野之邪的時候也是這樣啊 沒有辦法就是 就是就算有自信任務在引導你喔 地方實在太大了 導致你 感興趣的地方又多 因為像我就是 看到什麼就想去 看到什麼就想去 我看到這個上面的這個符石 欸我也很想去啊 但是我去不了對不對 只是我心裡面會有那種想去的想法 也許這上面的那一塊符石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就是會很好奇 很想知道說 欸是不是 藏了什麼東西 就是真的會有一種好奇心 然後 被這好奇心驅死 導致就是 搞到最後就是 什麼也沒做 但是呢 又做了很多事情 那這上面也許什麼也沒有吧 可是我還是 我還是會想喔 還是會想要去 就是 就是這種很奇怪的心情 好奇心吧 我猜是什麼都沒有啦 真的就只是 一塊 很普通的 天空浮島而已 Yup There's nothing here See 但是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因為就是 我一定要親眼見證 一定要親眼去看一次 走一次 透過自己的雙腳 我才會覺得說 好好好 有那種怎麼講 踏實感啊 就是 腳踏實地的感覺 我真的探過了 那沒東西 OK 沒問題 我接受 大概是這樣 噢 幻化出來的東西 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消失 原來如此 那我們現在可以去哪裡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喔 這樣子 沒完沒了 算了 我就是喜歡玩探索 喜歡到最後面就是會被這個探索害死 沒辦法 當你好幾天 我這個影片 如果這樣傳上來的話 我猜 因為也剪掉很多部分 很多 重複的部分啊 或者是我覺得 沒什麼意思的部分 所以呢 這個遊玩的影片 應該佔了至少四天到五天吧 然後我還要花時間剪輯喔 所以大概就是四五天 那這將近 就將近快一個禮拜的 進度 我們被頂過來 這邊有個洞 剛剛其實從遠方已經看到有個表箱 是有被掉在這繩子上面 同時呢 前方那邊 有個奇怪的 形狀的 不知道是假山還是什麼 然後那給我的感覺是神廟 一個不知道 被岩石給堆起來的神廟嗎 就是他沒有辦法去 他沒有寫線出來 也許不是吧 只是看起來像而已 但是你就會想要去了 就是 你就會想盡辦法 想要跑到那邊去了 一探究竟 也許那裡只是一個山 然後一個假山 然後有著 有著一些礦石讓你挖而已 一些礦場可以挖這樣子 有可能 探索就是這樣 不保證可以獲得什麼 但是過程都是 毅力蘑菇 過程都是會激發出你的這個 好奇心 那這個探索的過程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想這就是探索遊戲的魅力吧 對我而言是這樣子 對好多小鳥的素果 之後可以做一些料理了 做個堅果盤之類的 這上面呢 這上面會不會有東西 因為看到那個假山 有點納悶 這裡倒是有一個 好喔 他就這樣給我下去了 你最好不要騙我 卡卡利克村 哎唷 是不是在這裡喔 那個光嗎 好像不是欸 完蛋直接被打亂 快過來這裡吧 我在抓 牙哈哈喔 你好像不知情 根據薩爾達殿下的命令 目前嚴格禁止任何人 靠近那座環卡遺跡 知道的話就趕快離開吧 他之前來過這個卡卡利克村 然後就下定禁止靠近那座環卡遺跡了 只要後來馬上就離開了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如你所見遺跡隨時可能會封他 殿下這道命應該是為了顧及村民的安全吧 剛剛我 屁事 還有為什麼會這樣 我只是 沒關係我們剛剛有解鎖這個神廟喔 我們可以再飛回去一次 那牙哈哈是怎樣啊 剛剛下墜的過程中沒看到他呢 有點離譜 居然直接叫我往下跳喔 garlic 屍足滑落然後發現下面也有一座 也有一個島 Oh my god 熱氣球 這有熱氣球 很多個熱氣球 還有火箭熱氣球 這麼酷的嗎 然後還有個板子 也太帥了 等一下等一下 拼一個火箭 826氣球 應該會很帥吧 YES 就是這樣 這時候看一下紀錄我們把他存起來 然後我們測試一下這個東西 他有個火龍 你把火龍頭放在底下的話就 原來如此你就不用點火了 OMG 這火箭倒是 不要跟我說靠這個肉氣球我們可以直接 走到最上面 跑到那個 看起來很厲害的群島 應該是有應該是有上線的 不斷的上升中 OMG 上面有什麼 哇這什麼東西啊 水管 超級瑪麗兄弟 我現在有飛機又有熱氣球 感覺我們已經無敵了 照這個趨勢看還是有點遠 但是如果一直補充電池能量的話應該是 也許是可以的 也許是可以的 太酷啦 太酷啦 好吧要沒電 我們還是不要太貪心喔 一步一步來 我相信那個在 不久之後 應該會倒 甚至可能主線任務就會叫你去了 你看 也許他只是個 礦床 一天半 不曉得又是什麼樣的收集物 差點就又掉下去了 一個木板 這裡還有個佐納屋能源可以用 然後我看到那個寶箱被掉 這個木板就是要接那個寶箱了吧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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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長 我們要想辦法拼起來 喔這裡還有 那沒什麼問題 這樣子可以了嗎 好像 勉強可以 我希望寶箱掉下來的時候不會 造成什麼失衡啊然後寶箱就掉下去了 OK OK 又是一個殘舊的地圖喔 還蠻接近的嘛 看來在空島上 在空中的島嶼上找到的某些寶箱 尤其是這種掉起來的 好像會有一些 好像都是一些特殊的地圖 不曉得裡面會是什麼東西 這些在前作都沒有所以 確實他在這個探索吸引玩家 去探索的這個 誘因上做了很多功夫 現在如果想上去的話我猜 唯一只能靠這個通天術 可以 回到這裡我們只剩下一個謎團要解 就是那個娃哈哈 不會呀哈哈不是娃娃哈哈 再試一次 這次跟著他跳下去 唉唷不行耶為什麽 難道我們下墜速度要跟他一樣快 怎麼這樣都要很瘋狂 還真的勒 騎車牙哈哈 再見你的頭啦 那因為我們飄下去的時候看到有神廟然後這裡又一頭 有一隻躲到下去 算了不要管 我們先去開神廟 卡斯拉神廟 起身之物 這又是什麼呢 這邊 起身之物 能夠讓我起來的物品嗎 這裡什麼也沒有 這也不能爬嗎 怎麼會這樣 才剛進來就卡關了 這什麼 你要我幹嘛到底 喔 不是啦就 通天吧是不是 你在幹嘛 天啊 智商好像降低了 完蛋 不對已經很低了本來就已經很低了 倒是不用擔心吧 這又什麼東西 看不懂 不倒翁 像不倒翁的東西 然後呢 可以讓他立起來 對不對 他是要告訴我說你讓他立起來的話呢 明明是不平衡的東西呢卻可以搞得很平衡 拿落鬥 這裡有個要需要放球的機關 球在這邊 這邊 當然是沒辦法那麼 沒辦法拿那麼高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不倒翁吧 然後呢 他靠到這裡來 再使用通天 這時候他去抓球 抓個套嗎 這樣不行 放個位置 離他遠一點 壓 不行啊 還是我要過來 反正我也回得來嘛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其他可以 使用的 喔 我現在是要把他放在那個碗狀的 物品 然後什麼 槓桿原理喔 用槓桿原理的方式 因為我們只要把 吐槽風 黏在上面 然後他就會站起來站起來就會往上拋然後那個球就會飛過去 球勒 球已經跑到那裡去了 酷 等一下 這裡有沒有寶箱 搞不好這裡有寶箱 果然也有 雖然智商很低 但是我對寶箱的感應還是蠻高的 然後那個球已經自己滾進那個圈裡了真是方便 我都不用再去移動 不要想說發生什麼事 弄個斜面 你先休息一下 大概這種感覺 絕 好可以 藥精回綠水 蘊藏著藥精神秘力量的強力回敷藥 散發著淡淡的香氣 好可以 詹藍打開看到的又是一個熟悉的機關 但是呢 為什麼又要給我們一個 不管怎麼樣我想我們先把他拿出來 應該是有他的用意 因為這個開關應該也就只是 為了打開那個 柵欄用的 然後呢 可以把球拿起來 他又關起來了 對吧 不關啊 這麼仁慈 接下來應該是要想辦法球 丟到遙遠的那一側吧 但是我覺得光是靠這樣應該不夠 可能需要更 不過我們也看不到 我們看不到我們要丟的那個 機關的位置在哪裡 望遠鏡也許可以 好像 好像沒看到 看不到那個目標 點是蠻奇怪的 先把這兩個拼在一起 這樣好像怪怪的 這樣好像哪裡怪怪的 這樣好像哪裡怪怪的 完蛋了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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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麼辦 這樣壞掉了 我一不小心 把球丟回去了 哪壞掉了 要賣 真是的 只是還在嘗試嘛 他球可以歸位 很想哭 這樣子 這步短我真的是有夠厲害 連這麼難 這麼不平衡的東西都可以 處理 還是說不對 我們可能不需要球吧 還是說我們其實 這高度夠了 搞不好這高度 我們就飛得過去了不需要靠球 是不是有這可能 非常有可能對不對 高度不知道 啊不行 但是真的不用用不到球 沒關係我大概已經知道要做什麼 一個 有點刺激的事情 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當球 不知道弓箭有辦法 可以 直接拋過來 這個效果真是拔群 這個 這個謎題還蠻有趣的 這個解謎 現在我們就有八個祝福之光了 那既然在天空島上都已經得知了這個 結晶應該怎麼使用 現在當然就是也不可能放著這個 這個謎題不管 現在問題是我們要怎麼樣 怎麼樣去運送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底下的軌道吧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軌道去 運送 那當然是要跟他 跟他 跟他買囉 工廈先生肯定以為我的名字叫做左哈吉 但我明明是跟他說我叫哈吉啊 原來又是你 第一次是需要付費20塊OK的 好那我收下了 好耶賺到了 這個人真的很 貪笑便宜 操作相當簡單不需要啟動 不論要啟動停止只要敲打就可以了 這左納物裝置的這個 共用的機制 請自由運用 中達先生在這裡的話我就很難跟人家收使用費 滿腦子都是錢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讓他附在上面 可以 好你就這樣黏著 好敲一下 壞掉了 怎麼那麼容易壞啊 Oh my god 我只是要敲打左納物裝置而已啊那一顆石頭勒 那一顆石頭勒 那個結晶勒 等一下你把結晶偷走是不是 不小心還是會出事喔 用魔法杖好像每會一次都會浪費他的那個 炮損兔 魔法杖相對來說我覺得 現階段比較珍貴 我不太想要在這種steam 消耗他 我但願我不要摔下去 好戰略肺勒 這樣就很好了 我不需要到戰 OKOKOK 非常順利 非常順利 再來就是 現在只要想著要 趕快往那個地方前進就好了 這邊有一些碎片的 零件喔等一下我們如果要造船的話呢應該可以利用 我有一個那個 探照燈的船的 藍圖 所以沒什麼問題喔 或者藍一點的話就是 藍的來回跑 直接消耗那個 我們收集到的 佐納物的礦石 也可以 反正在深血裡面探索很久了 所以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18個礦石 OK還好 然後呢 這樣也是可以 以防萬一我們還是 讓他附加在上面 開船 哇好多魚喔 來停船 哎唷呀 把我有點擱淺 這樣的話呢 別別別別別別怎麼會這樣 飄走了 那船 被那海流飄走了 傻眼 好這樣子的話呢這什麼樣沒人解開了 不曉得這次又會是什麼樣的謎題 啊沒有啦這個不會有謎題啦我在幹嘛 老魯的祝福 這個就我們我們已經把謎題解開了 在零賞的 好又一顆祝福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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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到這邊喔 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個頭啊 我想這個影片如果真的剪出來應該是將近四個小時喔 畢竟呢這個是為時大概 有五天 三天到四天至少啦 應該不只啦 應該是四天 對啊應該有四五天 維持四五天的這個整個遊玩的探索的地層喔 那針對 某些比較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去進行剪輯喔 就像我前面有講過的喔我覺得 反覆的同樣的東西呢一直 剪出來 呈現給 呈現上傳到 這個網路上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除非今天真的是有遇到一些新的東西 那或者是說之前 像是幻影佳農喔 第一次遇到他被他秒殺 那第二次遇到他的時候欸我把他打贏了 那這樣的影片呢 或者是說某些 一樣的老boss喔只是找到一些比較 更有效率的更簡單的方式 就像那個巨霸那什麼巨大的那個加碼 打法一樣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放上去 剪出來 然後 至少傳出來的話也比較 有那個看的價值啦 那 所以之後我在想如果都是 探索的過程中如果都是遇到 目前影片裡面這幾部這幾個影片裡面有的東西的話呢 也沒什麼特別的話其實我都是剪掉的 那 各位可以看 我的這個深穴探索 其實探了很多很多很多 從這個週末啊一直到 平日喔 撇掉一些工作上的時間 撇掉工作時間啊睡覺時間然後然後還有一些 這個玩其他遊戲或者是說休息的時間 沒辦法太累的時候也不能玩 那其實我還是探了很多深穴的部分 那其實 深穴到玩到後面的話其實也開始覺得有點 膩了吧 就是說東西其實都蠻像的 我想 可能也是因為我才探了這一小部分而已啦 可能還有很多 未知的敵人啊等著我去 探索 那如果是這樣我覺得也很好 那至少這樣子呢可以一直保持這個探索的這個樂趣 跟新鮮度 這我是不知道那我相信 會有 應該還有很多是我沒見識到的 現在這個遊戲我大概才5%吧 應該只有5%的進度吧 我要整個 所有的東西都加起來的話 那 深穴地表以及這個天空島 這次 有探了一兩個這個天空群島那 感受也是很棒也是很新鮮 完全不一樣的玩法 也是陸陸續續冒出一些新的這種解謎方式啊跟一些機制我覺得非常有趣 那所以我是覺得 之後探索如果是有遇到這些新的部分啊或者是我有比較改進改強的部分的話呢 那我就會把它放出來 那相對的說如果沒有的話呢就是會撿 那這裡就意味著 以後的遊玩長度越長 能夠撿出來貼到這個我自己的頻道裡面的影片呢 恐怕的內容這個內容呢 也會越來越怎麼說越來越少 那不過 我想下個部分我們開始就真的要回到回歸主線喔就是去 去找尋找這個可蓋所講的喔 他這個深穴的廢礦 那 目前知道也就只有在西北 西北部的地區 可能在某個洞穴裡 有個深穴這樣子 那從那個深穴下去呢才能夠 開始去尋找 這個 可蓋他所前往的最後一個廢礦喔 那不過沒關係我想 這次的探索呢已經放飛自我太久了喔 那真的是 坦白說吧 探得很開心啊 探得還蠻爽的 我常常都忘記時間啦然後 一回過神來怎麼幾天都過去了喔 幾天休息時間就這樣沒有了 這就是這個遊戲的恐怖的地方 那也是 又愛又恨的地方吧 那 沒關係 目前為止的話我覺得 只要有時間 那 其他的事情 都處理完的話呢 這個王國之類我還是會繼續玩下去的 好撈到了一大堆喔 那 感謝各位的收看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